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擊這個影片跟我一起來玩薩達傳說之夢島 我是問為 很多觀眾有留言喔 說 我們可以去增強我們的力量 或增強我們的防護 之前我都沒有陸將的影喔 因為我們還沒有衝刺的力量 我們現在有衝刺的能力之後 我們就可以到村莊的圖書館裡面 然後衝刺 就可以把這本書 撞下來 那我們就讀這本書 他說 在墳墓的地底有五個排在一起的這個彩色的力量 埋藏在這邊 他給我們一個圖示 那大家可以用手機把它照起來 一是往下 二是往這邊 三是往上 四是往右 五是往上 如果記起來以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今天的冒險 我們去增強我們的能力 或者是攻擊能力 或者是防護能力 那我們就一路到 墓地這邊 我來快轉一下 這樣我們就一路來到墓地這邊 然後看到這邊就有五個 墓碑 那你要照著這剛才的指示 然後依照順序推這些墓碑 一定要照順序 不然 你不會看到通道 所以如果你照這個順序推的話 你就看到一個通道在這邊 那我們就進去這個裡面 這裡面是一個迷宮 叫做衣服迷宮 他會說必須持有魔法粉才能往深處前進 那大家一定要準備好魔法粉 然後再進來 那開始有些鬼啊 他很靠近你的時候 像這樣 他就會跑出來嚇你 他嚇你的時候 你就把他殺了 那這邊有一些魔法粉 大家可以拿 有一袋 我們就要下個房間 下個房間是有四個顏色 你要把四個顏色轉成一樣 有點像俄羅斯方塊的感覺 那我的做法是 先打左下方 再打 先打右下方 再打左上方 這樣四個顏色就會一樣 那他可以自己打一下 蠻有趣的 得到一個羅盤 那繼續玩之前 這邊有一個牆壁 大家看到有點 好像龜裂的牆壁 那我們就換成我們的炸彈 然後用炸彈在這邊 把這個房門炸個洞 裡面有很多很多的錢 大家可以來拿錢 東西賣得出去 人進得來 高雄會發大 發財發財 那 接下來下個房間 這邊有個鬼 他會丟炸彈 他是飛的 你打死他沒什麼用 所以 也不用打死他 來到這個房間 就不要理他就對了 你就 不要理他 往右邊走 那這邊有一些怪 你就把 怪 打成一顆球 然後把這個球 放到相對應的 洞裡面去 相對應的顏色 洞裡面去 你就拿到個寶箱 拿到這個 貓頭鷹的嘴巴 好 那這個房間 有往上走 跟往下走 兩個通道 我就先往下走 等一下再往上走 所以我先往下走 這邊有一些鬼 把他殺了 應該是很容易就可以把他殺了 那這邊的罐頭 可以把他拿起來 渣喔 有一個魔法粉 我記得 這邊 如果你不夠魔法粉的話 可以在這邊拿魔法粉 那下一個房間是 一些鬼 跳來跳去的鬼 有時候自己會跳死 你根本就不用 管他 就自己會死 那這個房間是這樣 這些磚塊 你如果 踏踏上面 他會跳 自己會跳起來 然後顏色會變 如果要變成紅 先綠色變成黃色 黃色變成紅色 紅色就會變成一個洞 所以大家要小心 不要跳到洞裡面去了 那我就往這邊 才自己跳過來 這邊 我就可以拿到一個寶箱 我們就往這邊跳 那接下來下一個房間 就是回到原來的房間 所以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一個 飛起來的鬼 我還是不把他打死 我就直接往 右走 這邊 這個 丟炸彈這個鬼 我就直接往右走 不要理他 他也沒有用 剛才是往下走 這個房間有兩個顏色的房間 我剛才往下走 我現在往上走 往上走看到一個 好像丟炸彈的鬼 不要理他們 打他們也沒有用 那接下來是到這個房間 也是要把顏色 弄成一樣 那我的方法是 先打 右下方 然後再打 左上方 然後再打左上方一次 這樣四個顏色就會變成一樣 我們拿這個小鑰匙 我們繼續去冒險 這邊有三個顏色的鬼 把他殺了 那麼簡單就殺了 那下一個房間應該是一個 小BOSS 這個小BOSS就是需要魔法粉 所以我們準備好我們的魔法粉 然後進去 好 這就是我們的小BOSS 這個小BOSS 它的原來狀態是一個圓球 像藍色的 那如果 它發怒起來 就會變成一個綠色的 發電的 一個怪 那對付它的方法 就是用魔法粉 如果它變成綠色的話 就灑魔法粉給它 然後變成原來這個藍色的 然後再用劍殺它 那我們可能會死喔 所以大家如果帶著精靈 如果你快要死掉的話 可以用精靈來回復你的生命值 或者是 用這個 塗抹秘密的藥品 可以讓你重生 好 那我們就 來打它 那隨便好我們的 魔法粉 砍它 小心 魔法粉 砍它 砍它 魔法粉 噴給它 噴給它 它變成藍色以後 砍它 魔法粉給你 砍它 噢 噢 這樣 你就把它殺死了 小心一點 這樣 我們拿了一個小精靈 小妖精 那接下來這個房間 是首領室的鑰匙 看起來好像 沒有辦法過去喔 其實是可以的 這樣就過去了 拿到首領室的鑰匙 那我們就回去原來的房間喔 我們要去打另外一個小boss 這個 衣服迷宮有超多的小boss 三個 還是兩個 比平常的多就對了 這些飛起來的怪我們不理它 這個圓球我們現在也不理它 到這邊我們就往上走 這邊就是另外一個小boss 那這個boss喔 沒有什麼解決的方法 就對了 它很硬 你就是要跟它 對著幹就對了 那 呃 是這樣子喔 它會跳起來 它跳起來的時候 會有震動 所以它跳起來要準備要震地上的時候 那你要讓你的主角也跳起來 不要被它震到 如果被它震到的話 主角就會 停在那邊 好像發呆一樣 呃 我們開始囉 所以這個 這個關卡就是一直跳一直跳 然後砍它 它在跳完以後 就會 你砍它它就會受傷 來囉 跳 這樣 你就把它殺了 重點是不要怕它 你越靠近它 就越可能會成功 然後跳起來的時候 你也跟著它跳 這樣 那接下來這個房間面好像有兩個鬼 那你可以不要管它 不要殺它 只要把這個 舉起來 然後把 機關打開就好了 那這邊有些小的史萊姆很容易解決 把它殺 這邊 就會拿到一個鑰匙 不是 喔 不是 是地圖 好 那接下來 往右邊的房間裡面有四個圓球 你就把圓球打一打 放到相對應的地方就好 把他放到這邊 把這個放到這邊 把這個放到這邊 最後是紅色的 放到相對應的地方以後就會出來小鑰匙 那鑰匙以後我們就繼續去解關 這裡 還是不要管這些怪 好 那接下來也是個顏色的謎題喔 那你可以自己打一下 解法是 先打上面的 然後上面中間 然後再打 左邊中間 然後打 右邊中間 然後打 下面中間 這樣 就解開這個謎題 可以把 剛才拿鳥嘴放到這個鳥嘴上面 他說要打 階層正方謎字解 這樣 就是 就是把他顏色調成一樣就對了 那如果大家照著我的方法調的話 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這邊有一個小妖精 大家可以拿一下 在這邊 可以把你的血都補滿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來打BOSS 這邊把 水晶打一下 這邊就是首領室 好 那這個首領啊 沒有什麼解決的方法 解決方法就是跟他硬幹就對了 直接砍他 不要怕 那如果有秘訣的話 就是可以用跳的 跳 跳 跳 配合跳動 往左右邊跳 閃他的這個炸彈 很容易就把他解決了 我覺得也是不用怕他 就是努力的砍他就對了 你全部的關都破了以後 所有的BOSS都解了以後 你就看到這個大妖精 他就要賜於你色彩的力量 那有兩種色彩的力量 如果要攻擊 加強攻擊就是選紅色 那如果加強防禦就選藍色 那每一個幾乎我看到的所有的網友 全部都選攻擊紅 想要增強攻擊能力 那我也是 這樣如果你選到攻擊 然後有一天你突然不想要增強攻擊 你想要增強防禦也可以 你就回到這個大妖精之拳這邊 跟他講話 你就說我現在不要紅色的 我想要改藍色的 都可以 或是改成藍色 改成綠色 藍色是加強防禦 那綠色的話是甚麼能力都沒有 就是可以選 這樣可以隨時改變 你加強的能力 所以 你現在還沒有決定沒有關係 可以先選一個 之後再來改 不過到最後我還是選了紅色 我覺得紅色這個 攻擊力道比較強 我比較喜歡 這樣 滾開一箭就把它打超遠的 那這就是怎麼樣增強你的防禦 怎麼樣增強你的攻擊力道 那就感謝大家收看今天的薩爾達傳說 知夢島 那我們來看看我們接下來要做甚麼事情 如果你不知道接下來要做甚麼事情的話 你都可以到這個電話廳裡面去打電話 所以我在今天影片結束之前 我來打一下電話 所以這個老爺爺說我們要到亞納沙漠 然後找一個燈魚怪鑰匙 所以我們下集要去找燈魚怪鑰匙 我是薩薩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